從市增加美元價流動升 接近股市會市和商品市場上升 人民銀行在三年以來首度下段存款準備金率 分析到估計可以釋放到3,500支人民幣的流動資金 今晚繼續有阿黃阿迪和王Sir 王冠一為大家主持節目 王Sir你好 你好 你好 出奇不意幾局在央行都有些行動 市場最關注一定就是最深緊 聯儲局、歐洲央行、英銀銀行、加拿大央行 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 加起來一共六間央行聯手舊市 他們宣佈降低美元貨幣互換利率 變相各國的央行可以用比較低的成本借入美金 而聯儲局等同增加美元的流動性 可以說變相等同印銀紙 王Sir這一招沒多久 出了一個多小時 我們如何分析這一招 是否真的出乎市場預期和效用在哪裏 有些事很巧 剛剛目的說要調低很多銀行的評級 一會兒我們第二節會說 他就來招這樣的東西 能否能夠賣呢 那些觀眾去想一下 不過我們要講一些他們所做的動作 首先就是說 OIS的Overnight Index Walk 加100點就是我和你互換的時候 你要加100點上去就是當成本 現在減了50點 就是節省一半的了 大家要明白現在的問題所在就是一個叫做Credit Crunch 就是信貸的緊縮 信貸的緊縮就是說你不信我我不信你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從央行 央行就變成一個緩衝區了 你不信他他不信你 你信我啦 你信我 那我央行去provide多些Liquidity給你的時候 變了減低央行的成本 也都央行沒有那麼重傷 所以這個由央行去替代了美元的同業策息 所以我覺得你說是不是突然期待呢 也都是作為政府去救一下銀行的 是嗎 救一下果然就出了這一招了 救銀行同時其實市場都馬上動了 我們看到今晚除了美金、美債跌之外 都可以說得上話就雞犬戒性 和大家先報了板 因為今晚的指數都動得挺重要的 先看看美股剛剛開出來不太久 看到道指就升超過2% 升近290點做11846點 S&T500升幅都超過2% 升近30點做1225點 再看看歐洲股市方面 升幅就更加之顯著 富士100指數升幅超過2% 升147點 泰國CAT指數升幅超過3% 升105點 而德國DEX指數就上回6000點關口 現在升幅去到4%有多 升近244點做6000名 劉阿Sir看到股市 你早幾天都跟大家說 不需要看得太淡 不斷跟我們說 S&T都是向上看的 那價格很快就眨眼到 真是 都不知道怎麼說 因為告訴大家 不用那麼淡的 S&T應該向上施 先試1205 然後輸1225 然後兩個位置都破了 破了 都不知道怎麼說 不知道現在怎麼說 都是 那大家看 如果收得到125 還要去看1250 是 1225 你收得到1225 就看1250 至於其他那些 因為剛才Hidy都說了 變相好像有銀子一樣 我提供這麼多利益給你 那美元一定走藥的 那美元是走藥 是不是主因呢 其實就不是主因 只不過就是說 那些銀行有一塊的時候 有很多銀行股市上升 同一時間 美月不是說會走藥 那你兇那些保留家 那些保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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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我們都說了 我們站在一旋 我說你不用怕的 站在一旋 站在一旋 應該站在一旋 那你不止一旋 那就是看我們有個數 有個數 那就是剛好 除了剛才說福大央行之外 其實內地都有一些動作 但是香港收市之後 就看到內地的人民銀行 就宣佈下調的存款準備金率 半個百分點 那下去就百分之二十一 下個禮拜開始生效了 那估計可以釋放到 三千五百億人民幣的資金 那我之前都說過 啊啊啊啊 遲早都要減的了 那好像早了些 大家想著應該 下個月初 可能先開那個政治局 中央那個建設工作會議 那是嗎 11月最後那一天就減了 有些人就在那裡喘測 就說我PMI不好 那你就知道製造有什麼匯豐出來 那你就知道製造有什麼匯豐出來